欢迎收看风采大奖堂之中医疗法 我是Agnes 那脸部的不对称 你知道那个叫什么吗 那叫做面瘫 那面瘫呢 其实是那个中风之中一种症状 可是你对这面瘫有了解多少呢 今天我们邀请了陈柔静博士来跟我们分享 在我身旁这位就是陈柔静博士 陈医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陈医师我想问何谓面瘫 面瘫就是口眼外血 然后就是说流血 然后那个眼睛不能够眨 眼眉不能够抬高 半边也是麻木的 那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会患上面瘫呢 导致面瘫的原因有多种 一种是中风导致的 一种就是周围性的面瘫 中风面瘫呢 就是因为他受了病毒所引起的 周围性面瘫就是因为他受到风寒入侵 因为我们的背部有几个瘫位 一位是风磁瘫 风腐瘫和风门瘫 因为我们常常让那个空调嘛 就是人去吹着我们的背 就会很容易受到风寒 所以它就会导致到我们很容易面瘫 那有什么症状或症状是让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是不是患上了面瘫呢 那是很容易的 只要你对着镜子 眨眨眼啊 或者吹吹口哨啊 你会感觉到半边脸是不对称的 曾医师那我想问 到底什么年龄层容易患上这个面瘫呢 患上这个面瘫嘛 是不论年龄的 其实在我的手中十多岁的都有 我曾经遇过一个十来岁的小妹妹 她因为患上面瘫 她不敢去上学嘛 然后我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把它治好 治这个面瘫哦 我就是用那个眼道器械 和面部的一些疗法来帮助她 那治疗的方法呢是怎样子的呢 治疗的方法可以用多种的方法来治疗 比如说我们是用眼道器械啊 或者是肌部器械啊都可以 比如说眼道器械是用河谷械 我们河谷械是说头面河谷械嘛 就是墙香来的 然后在肌部 肌部就是说眼睛的附近就是用斩灼啊 然后这个太白线啊 然后太阳线啊 然后太阳线啊 然后口部呢就是用地窗透这个辖肌 因为这个是专制这个面孔歪斜的 那曾医师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就是 有什么预防的方法可以建议给我们的观众呢 有心态要保持平衡 营养要平均 运动要适量 肩背要保暖 那就够了 非常谢谢医师 谢谢 任何年龄都有可能换上面摊 记得肩背不要被空调以及风扇指吹 预防生育治疗 记得收看我们下一期风采大讲堂